Hello 大家好 我是Green 我是Denis 你现在听到的是陪你一起 炎炎夏日吃冰的好朋友 噴山野狼阿拉萨亚肉 你是多久没有录影是不是 有点突然忘记了 你是看到恍神是不是 欢迎收听本山 18G的第一集哦 对 欢迎收听本山野 哇 看真的是 这是有两位在日本当上班族的双男子 Denis和Green所组成的节目 想像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午后 微风轻浮 你听着我们聊职场生活影视娱乐 无论是通勤上下班 在家工作还是做家事 我们希望用幽默又不失利的对谈 和旅日播客组的独特视角 让你的每一刻都充满夏日的轻盈与愉快 听着我们的节目 像是在沙滩上听着海浪拍打岸边一样 既能增长知识又可以放冲心情 如果你觉得节目有趣的话 欢迎订阅 并在Apple Podcast和Spotify上给我们五星好评 感谢您的支持 祝您度过一个充满夏天阳光与笑声的夏天 这个开头就听得出来两个人很明显 工作很累啊 而且就是突然就是这开头啊 就是我们又是以就是用Charge GT GPT5 然后请他们把我们轮搞完之后 我才发现说还是有些比较逻辑不同的地方了 刚刚没发现 但仔细一念完之后就感觉到 在沙滩上听着海浪拍打岸边 要怎么增长知识 是可以放松心情的啊 既能增长知识这个就 对对对 这就都依依依依依然啊 这有点广告不实 海浪拍打岸边 然后开始就是 我们想象海浪它所产生的眩流 好眩流的计算公式 你可以学得到吗 好像学不到 学不到 学不到 欢迎来到第十八季 第十八季咯 大家冷气开了没 你开了吗 开了开了 我前一阵子开了一天 但是其实晚上日本还是蛮凉的啦 所以我就最近还是没有开冷气 主要是厨师啦 我大概又是开三小时的那种感觉 但其实蛮冷的 晚上如果你一直开的话 早上起来其实是蛮冷的 最近刚好日本也要进入梅雨季节了 所以湿度其实蛮高的 尤其像我上个礼拜去韩国出差一个礼拜嘛 就是韩国跟日本比起来还是干很多 韩国整体还是比日本湿气低很多这样子 难怪他们的发型都可以这么的肆无忌惮 对啊就韩国跟日本为什么可以抓头发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湿气没那么重的 发型可以维持的比较久一点这样子 也不需要戴安全帽骑机车 他们都大电车啊 也啊 或者开车 对 但是韩国的我只能说首尔的车真的是堵不到一个爆炸 真的哦 超级堵 就是这次去出彩 然后简单科普一下啦 就Denis我自己的公司在矿野 那其实矿野本身还有一些你知道日本人很爱就应该说日本这种企业还蛮爱点一些支线的技能数你知道吗 嗯嗯 对然后就是在挖矿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粉尘 所以就为了去处理那些粉尘 你需要一个把粉尘排出去的机器 嗯 然后你粉尘排出去不可能直接排到外面的空气当中会造成空气污染 所以就需要一个集成机 嗯 所以当初就为了研发这个集成机 或者说有这个使用上的需求 所以我们公司就点出了一个支线技能 支线商品叫做集成机这样子 工业用空气清净机的感觉吗 对超大型的工业用空气清净机 是超大型就是可能 宽可能有20公尺高15公尺那一种 嗨嗨嗨嗨嗨嗨 对然后他们就是给挖隧道的时候 不管是矿山还是挖隧道的时候可以用 嗯 然后我最近听到的消息是 因为这不是我的部门啦 这是我们同个公司 所以会聊天会聊到 你知道东京有首度高 嗯 它不管是在上面还是下面都有首度高 你知道吧 然后地下的首度高就是一个迷宫 对我来说 因为你进到地下之后就没有办法用导航 导航有时候会失礼 你一错过的话就是就白了 就是要开超级远 对对对 然后呢 首尔现在它其实在建首尔自己的首度高 地下的那种 因为他们路面上已经塞爆了 然后有高架啦 但是好像一样跟东京遇到一样的问题 就是你高架不够 平面不够 那就只能在往地下挖这样 所以我听到的消息是首尔 他们也在挖地下的他们的首度高这样建设 所以就会挖很多隧道 那这样子就会有其实有一些需求 嗯 去挖隧道的时候就会有这些去粉层的需求 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集成机在那边最近好像还卖的不错 或者说我们是用一个租刃的方式租借的方式 这样好像最近就是生意工作不错 嗯嗯 为什么说到这个 为什么说到这个 对说到这个 说到这个就说到首尔啦 开冷气啦 对啦 对啊 所以最近这一个礼拜在首尔是吹了一个礼拜的饭店冷气 就是了 嗯 但是首尔真的蛮热的 我觉得上一个就是我这一半出差 我整体感觉起来 首尔的天气比日本热一点 嗯嗯 就已经都是早上起床就是短修了 对像有时候早上起床 日本还会凉凉的时候 我还屁一件把外套 但是我这去首尔出差就是几乎 只要9点之后啦就是短修 然后中午就是31度这样子 不过也正是6月底啦 6月底到7月就真的是进入夏天啦 嗯 如果觉得今年的夏天真的来比较晚我觉得 不过就是希望嗯 赶快来啦 不然就是6月底晚上还会冷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蛮神奇的啦 那是因为我们之前生活在高雄高雄是呃大概3月初就开始热了 妈妈妈妈妈妈4月3、4月大家就开始开冷气了对 对啊对啊3月 基本上12月中旬我在高雄我还可以穿短袖 啊就是高雄真正 会开始凉跟冷大概就是12月底然后1月2月 而且只有寒流来的时候我觉得 对啊对啊 所以这之间的差别啊 一开始还是不习惯了 哎干都五六月了 哎这么凉还这么冷 有趣的就是啊就是你知道台湾这么热 然后日本其实没有那么热 你知道有个东西啊就我看到一篇报道啊就跟今天主题是有关的就是有一个东西啊就是台湾卖的其实真的蛮好的 而且好到成为就是日本出口的第一大宗出口国你知道吗 嗯哼哼哦对了 现在时间还是跟各位讲一下现在时间是6月22接近6月底 但是各位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可能已经7月了可能已经正式进入了夏天 7月这样 7月夏天对 By the way昨天已经那个埃尔登法环推出了DLC 全世界都在请法环价 他现在是metrics上面最高最高的时尚最高的评分这样子 你说大家都请假 因为我打算要玩大家请假 然后法环的那个官方的那个SNS也PO出一个法环请假的那个就是template让你用这样子 就官方直接给你一个格式让你去填空 然后你就可以请假请出去说我要玩法环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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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算是非常有诚意的大型更新啊 10个boss 400多个武器 然后全场大概40多个小时 算算是蛮有诚意的大型更新 在you know在ubisoft的搞砸自己的就是黑人刺客之后 然后还没有受到sweetbaby荼毒的这个世界 所以现在最受欢迎的游戏 游戏 魂系游戏 DLC在昨天上市了 我之后应该也会买来玩 因为我现在PS4卖掉了 然后等PS5买的时候呢 现在很好买了 所以现在我就尽可能的 对尽可能的避免所有的 支出吗 不是避免所有的资讯进来 就我连他的那个trailer我都没看 预告片我都没看 所有东西我都不看这样子 我还以为你要说就是为了之后要买PS5 你要现在开始避免所有的支出 存钱买PS5 呀不是哦 这个就是30代的人最悲哀的地方 那个你说要买 有钱买没时间玩 没错 所以你说是买不起吗 好像也不是 就是你买了之后 他就真的变成是一台空气清淨机的感觉 还没有空气清淨机的功能 就摆在那一边 对 回到那个夏天吃冰这件事 对我们 其实在6月20号 在前天的时候呢 看到一篇就是国际财经报道 那他说呢 就是台湾人成为最大助攻 日本冰品出口创 记录 那内容呢 其实就是说 根据日本的冰淇淋协会本周公布的数据 在2023年会计年度呢 也就是今年的FY23啊 冰品的销售额增长了10% 达到6082亿 也就是日本全日本 卖出去的冰品有这么多钱 连续4年创下历史新高 其中呢 台湾是冰品最大出口市场 接近了三分之一 所以就是接近2000亿日元的意思 然后而且这个2000亿日元呢 是相较于去年还增长了30%这样子 嗯哼哼哼哼哼 对 然后就是呃 算是非常非常的受到就是呃 欢迎啊 然后生勇治果呢 也说就是2023年的夏天几乎就是缺货 然后产能也是拉到最高 仍然呢 还是会供不应求这样子 他说他的年度销售额增长10% 但他底下有写到他的年度出口额其实增长了16% 嗯 所以是说在增长的这个销售额里面 其实出口的成长比例是比国内的成长比例要多的 嗯 对 就像比如说台湾的出货量较去年同期其实增长了30% 哎然后中国竟然只是第三大出口市场 そうだね 台湾就是遥遥领先 屌打全世界 そうだね 其实我去过上海两个礼拜去那边出差的时候 我都会去寻他们的那个冰柜 你知道吗 嗯哼哼哼哼 然后呢 我有一个很强烈的印象就是 他们的外国冰品其实不多 嗯 而且他们更多那种就是什么 冰的糖葫芦那类的东西这样子 那你说要往前辈的心设入糖葫芦那个糖葫芦吗 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 对不起 就是最近一个迷因啦 就是韩国的迷因 韩国的迷因 OK 你没事就是网络上会有这样 他就是讲说他就是叫前辈买麻辣糖 然后顺便要吃糖葫芦这样子 OK 是那个就是那个什么 好没事我继续跳完的话题 男服饰之后的那个兴起的对不对 对前一波是那个嘛 大小姐 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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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你知道就是神奇的演算法 就会推给我一些韩国现在的一些东西这样 虽然说最近好像也你知道 蔓延到日本跟台湾来了啦 糖葫芦这件事情 所以呢就是推动了出货量啊 然后就是大家呢一直在吃冰啊的那种感觉 没错我最后一个小小点啦 我觉得他这篇报导啊 让我觉得最靠杯的事情就是 他在最后面讲了一个非常 我觉得很难过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在最后面讲这么难过的事情 你知道的时候说什么东西吗 购买力赶不上通货膨胀 所以他们就是国内需求越来越少 他说最后面他是一个什么第一生命的首席经济学家 说日本的国内的需求可能会在未来下降 因消费者的购买力赶不上通货膨胀 他们开始更精打细算 所以问题在于这些日本冰品的制造商 能够多大程度打入海外市场 也就是说日本的国内的人越来越穷了啦 我们要卖给海外啦这样子 我就看你就讲冰就讲冰讲这干嘛啦 很难过耶 上位我们在你知道日本工作的人 这个是这个林毅华记者所写的 就是你去讲冰就好了嘛 讲出口就好了 吃冰你看多快乐的事情 聊到什么通货膨胀搞什么 对啊搞得我们看我们日本国内通货膨胀 薪水的增长速度跟不上通货膨胀 让我们日本国内人都买不起冰了 你就这个意思 真的 好难过突然讲但是不得不说啦 他讲的东西是真的啦 最近冰都在涨价 连冰都涨价了 连冰都涨价 然后就是你会发现 诶 怎么会是这个价格 就是你知道冰品呢 消费者的那个心情啊 就是在大概快十年前吧 就是大概百元上下的时候 你会是一个坎 就是你被突破那个坎之后 你心里就说 怎么会变贵了这样子 然后在一百块之后的下一个坎 我觉得应该就是一百三十块左右 一百三十块突破之后 你发现奇怪 以前有这么贵吗这样子 然后再过来就是一百五十块的坎 然后一百五十块突破之后 你发现干干干干 诶这个不太对哦 不太对哦这样子 因为你买了 你以前是什么 买那个买个饮料 买个饭团再加个冰 可能都还不用五百日币 你现在买完之后可能 一千块拿去找 只剩下一两颗硬币回来这样子 就是以前还可以拿到一个五百块日币回来 so so 现在就是一堆硬币这样子 然后那个硬币的额度越来越小这样 嗯 我觉得它真的是有在变贵的感觉啦 好啦我们撇开这些不开心的东西啦 嗨嗨 我们来讨论一下 你觉得哪个冰最好吃好了 好 其实呢在呃 在出社会之前 欸不对 出社会之后吧 我就染上了一个习惯啦 恶习 恶习 真的是恶习 你怎么可以染上自律这个恶习呢 怎么可以染上这种习惯呢 什么习惯呢 就是只要去呃 超商或者是去超市喔 然后呃 不管有没有买啊 在结账之前一定会去逛一个地方 就是冰柜 嗯 对这个就是海巡的概念啊 来看看就是金 这个这本本月有没有 最新的那个 就是最精英的这些产品群这样 基本上超市呢 它都会买一些比较适合家庭买的那种大包装的东西嘛 但是呢超商的话基本上呢 就会是呃这些厂家的基站区就是 推出最新产品的地方 嗯 然后竞争最激烈的地方 所以它一定都是精英这样子 嗯 所以就是呃 每次去的时候都会看 然后那当中呢 就有很多很多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然后我觉得反正今天就要聊吃冰嘛 然后就来聊一些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冰品这样 嗯哼哼 嗨 然后呢其实在呃网路上呢 其实有一些冰品网站哦 就是日本人本身其实也蛮爱吃冰的 而且他们吃冰吃到就是有人就是排排名 你知道吗 而且是每个月的排名 在这个网站叫做 Mogunabi 欸 Minnano食品口コミサイト 什么都可以做排名的网站哦 就是在这边呢 有列出了很多名次 然后我从当中呢 找了一些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然后呃 如果有最近要来或者是已经来这边玩的朋友呢 可以来试试看这样子 那首先呢我要推荐的冰品是 欸这个森涌 Morinaka 这一家 这一家就是 呃 典型 森涌乳液啊 这个Maker 他所推出的产品 叫做Pinot Pinot 你吃过Pinot吗 Pinot他第几名了 Pinot呢 他的目前呢 是第 他的那个Strawberry Cheesecake Cheesecake 就是在第二名 是本周的第二名 是上个礼拜的第一名 哦 对 看到了看到了 Pinot P-I-N-O 森涌乳液 哇 你居然对Pinot没有反应 就代表你平常不买冰啊 我 没关系这个我之后会聊到 这是我 等一下来聊 等一下来聊好 Pinot呢 Pinot是什么东西呢 跟没有吃过的朋友介绍一下 Pinot他就是一种 就是外面包着巧克力 里面包着冰淇淋 的一种 就是一颗一颗 大概就跟你的 你手现在齁 就是 食指跟拇指 就是碰 碰起来 就这么大小 就是这么一颗大小的 的一个 冰品 然后一盒里面呢 通常都会有六个 然后他会附一支小的 塑胶签给你这样插着吃 这样子 对 是一个 不会沾手 然后如果你想吃到冰淇淋 跟巧克力的时候呢 会想买 然后 因为他一口都很小 所以 你不会 脑袋被冰到很冰 这样子的那种 就是我个人是蛮喜欢他的 呃 体验跟他的味道 的冰品 那 最近呢 他们有一个大消息 就是推出了 他们是他们这个产品线 史上第一次推出这个口味 叫做Strawberry Cheesecake 这个口味呢 叫做草莓起司蛋糕 这个草莓起司蛋糕 在冰淇淋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口味 也是非常经典的口味 在三一冰淇淋 Beskin Robin 或者是我们的Hagen Dazs 这类型的 就是海外品牌呢 其实都是有出现 但是生油乳液呢 在上个月推出了 他们第一次尝试的这个 Strawberry Cheesecake口味的Pinot 这样子 那一出来呢 就大受好评 Yeah 我自己也有去吃 然后我是就是看到那篇报道的那个中午吃饭午休的时候 就直接跑去我们公司隔壁的那个7-11 然后买来吃 喔真的好吃耶 蒸香 蒸香 也没有蒸香啊 我一直都很喜欢啦 なるほど 还有所以你的 这个是Pinot 你的第一名是这一个 Yeah 我的第一名 然后其他的我想推荐的 想顺势推荐的几个 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比方说Super Cup Super Cup 它是明治乳液的 你是那个超级杯吗 不 不 確かに 他们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美国超级杯 直接撞名 对 直接撞名 明治乳液的Super Cup Super Cup呢 我觉得他的 他的地位呢 其实就像有点像是台湾的 这个小美冰淇淋 喔 了解了解 便宜 然后品质稳定 嘿嘿嘿嘿 然后算好吃 但是没有特别的就是油这样子 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冰淇淋基本上它就是冷冻的奶油的概念 重奶油的概念嘛 那根据你里面所包含的水分含量的多寡 会影响到它吃起来是绵密的口感 还是吃起来像刹冰这样子 那Super Cup呢 基本上它其实是介于中间啦 所以其实它没有吃起来特别绵密 但是它也没有吃的非常就是冰沙冰沙的感觉 Yeah Super Cup它的那个就是 就是 它就是便宜 然后就是你想到就会想吃一下的那种感觉 然后下一个呢就是Yukimi Daifuku 这个你没有吃过 这你应该有吃过 你刚刚说的Super Cup你是喜欢吃哪个口味 它是 我喜欢吃它的它有超级多口味 超级多口味 我刚看了包装啦 就是看到包装就是瞬间就知道 它就是 就会知道说啊就是这个 它就是对它就是日本的小美冰淇淋 哈哈哈 对它就是到处都看得到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一个品牌一个B2C品牌可以做到就是这么有辨识度 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所以就跟小美冰淇淋一样 到现在我们都可以轻易的把它拿出来做举例这样子 所以你喜欢吃它的哪个口味 香草 香草就是最简单最基本的 对对就是你如果去一间酒吧 你要怎么知道那个酒保它的功夫有多厉害 第一杯就是要点Ginfees 所以这个香草冰淇淋对我来说就是冰淇淋界里面的Ginfees 哈哈哈 哈哈哈 如果它的香草冰淇淋不好吃 那它其他的口味就不可能好吃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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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下一个呢是我们的Rotte Rotte 这个是韩国乐天啊 韩国乐天冰品出的这个雪剑大福 Yukimi Daifu 这个台湾人也很喜欢的 这个也很常见很常吃啦 看到蛮多人很喜欢吃这个 对 就是有点像是圆祖雪饼里面有出现过的东西 但是在现在就是到处都看得到都买得到 而且有各式各样的口味 什么草莓啊香草啊 有时候还会有就是 就是Kinako的那个Mitsu啊 或者之类的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Yeah 然后呢还有就是Palm 或者是这个Sirokuma 或者是Papiko 这些呢其实都是Gurin在日本特别会 蛮常买的就是 嗯 好吃的冰品 嗯 嗯 嗯 都蛮有自己特色的 然后 我个人都 只要他们出新品啊 其实我都会推出 就是找来给大家吃吃看 这样 不是不是不是 找来自己吃吃看 真的是一个很喜欢 分享的好朋友呢 我都会找来给大家吃看看 Yamete 没有啦 真好我想当你的朋友 欸Green 最近新出冰欸 找来给我吃看看 哈哈哈哈走 我买给你吃吃看 哈哈哈哈 Dom Take Dom Take Skin啊 喜欢到想要跟大家分享 哈哈哈哈 刚刚介绍的呢 其实都是 像Palm或者是 这个Super Cup 它其实都比较偏 就是传统的冰淇淋啊 嗯嗯嗯嗯嗯 也就是奶油多一点的 嗯嗯嗯 那推荐两个就是 比较偏冰沙一点的 啊就是 给各位啊 一个叫做爽 就是韩国乐天的爽 哦哦哦哦 然后一个是Papico 这两个呢 基本上呢 就是呃 在口感上呢 比较偏シャキシャキ 就是比较多 シャリシャリ 对不起不是シャキシャキ シャリシャリ 比较就是有冰块 小冰块 嗯哼哼 然后有很有口感的 脆脆的 这样子 脆脆的 对对对 了解了解了解 讲到这个 我真的是觉得冰淇淋 真的是一个非常深的 非常深的一个领域 因为 你知道冰淇淋啊 它有很多很多口味之间的战争 这么严重 没有到很严重 但是就是会有很分明的 就是支持者 比方说 比方说 呃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光是聊 这个香草口味冰淇淋 就可以聊一整集 这么多beef可以聊 没有没有 不是beef 不是beef 就是每一家厂商 对于香草口味冰淇淋的 诠释不太一样 哦 有些人的那个 呃甜味会高一点 奶味会高一点 或是甜 就是或者是香草味 会浓一点 那如何都 每一间都有不一样的味道 我还以为是 还有就是 还以为是什么 没有啦 我还以为是就是你知道 各家厂商之间的 名正暗斗之类的 哈哈 我我倒是 我倒不 我倒是没有理解那么深啊 哈哈 还有一些很著名的口味啊 就是有很明显的喜好 喜悟分明的 像呃 对就是中文的薄荷巧克力 对对对 其实薄荷巧克力呢 呃在日本呢 或在台湾呢 都有非常非常分明的水火不容的两派人 喜欢的人就觉得超级喜欢 因为像我就很喜欢 嘿嘿嘿 然后不喜欢的人就觉得说 你们到底为什么要买牙膏来吃 嘿嘿嘿嘿 动动动动动 冰品 然后冰品的话就可以延伸到就是国外的冰品啊 然后像什么杰辣斗就跟 iice cream 猜在哪里啊 嗯哼 或者是冰沙类型的冰品啊 好不好吃啊 之类的水果啊 之类的 嗯哼哼哼哼 各式各样 好啦听起来呢就是 古丁就是一个很爱吃冰的人啊 我觉得我蛮喜欢吃甜的 我跟我女朋友都蛮喜欢吃甜的 所以看到新的产品上架的时候 就会想要找来吃吃看试试看这样子 我已经充分的感受到你这份热情了 是的 上一次聊这么活跃的话题好像是相机了 对啊对啊对啊 我非常感受到你对冰品的热爱与热情 是的 巨蟹座爱吃甜的啦 所有都是这样子吗 把一切的错怪在星座上面 都是因为我是几位座 所以我才爱吃冰这样子 没错 没错 啊你不吃冰吗 我吃冰啊 但是就是听你讲了这么多分享 讲了这么多detail 我就发现我对于冰品是一个很无聊的人 为什么 我就对于甜食没有那么多渴望 哦 然后我 比较不常吃这样 对比较不常吃 但我也不是说不吃冰 但吃冰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嗯嗯 对在台湾吃冰就是吃清冰嘛 然后你会加很多很多料啊对不对 然后来日文之后没有这种清冰吃 我最常最常吃或者是说我唯一会买 放买就是从超市买盒装 放回家里的冰叫做红豆冰棒 对红豆我只会买好多冰棒 就是我喜欢那种没什么甜味淡淡香香的红豆冰棒 或者是说我在外面买的话会买就是类似像清冰棒就是 会有这种 偶尔稍微比较想要多一点香味的时候我就会买类似像 泡皮口或者是那个水果冰球 哇那那你就是那你真的是偏就是冰沙类型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那种比较creamy 你不太吃奶的冰淇淋通常都会做的比较甜 我的个人印象了后续只是一个个人偏见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我说通常会做的比较甜 哪一个哪一个会做比较甜 冰淇淋冰淇淋的部分就是creamy的部分 对creamy的部分我个人印象是大多会做的 我对我来说会有时候过甜这样 当然也有比较不甜的 但是但是在红豆冰棒跟清冰的甜度对我来说 就已经是非常足够这样子 对当然就比如说就像有两个冰淇淋放在我前面 香草冰淇淋跟薄荷巧克力的话 我应该是会选薄荷巧克力 因为对我来说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不甜的 有时候香草会给我一个太甜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我也蛮喜欢红豆冰的 就是经典啊 经典 而且我其实到现在我非常怀念台湾的一款红豆冰 是就是小美小美冰淇淋 这间厂商他出的红豆粉果冰淇淋 啊 红豆粉果冰棒 他里面会有那个QQ的那个对不对 对就是你平常会吃会加在那个八宝冰里面的 黄色的昏桂这样子 然后他会放在里面 然后就是冰品的时候就是会吃 然后这个是我爸妈就是自己特别爱吃 然后会买来吃的那个冰棒这样子 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现在应该是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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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 昂道粉果 今天是满长寿的商品 对 我自己在台湾会买的就是 不外乎就是小美跟义美 嗨嗨嗨 义美我也会买 对 那总而言之就是算 有点无聊 但是我对于我个人对于冰品的需求 或者说对于冰品的型号就是比较简单一点 嘛 但是我觉得 呃就像刚刚所说的就是 像薄荷冰淇淋有自己的支持者 那我觉得就是红豆冰淇淋 其实也有很大派的支持者 对因为红豆冰淇淋 他就可以从东方到西方全部都有跨越 他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香料我觉得 所以大家比方说从日式的那个甜品 嘿嘿嘿嘿 到冰品全部都会有红豆的足迹 红豆 然后就是 对 红豆冰啊 红豆泥啊 红豆什么东西啊之类的 红豆泥 哇靠 这种笑话你也他妈好意思讲 你他妈真的是 我记上 一定要接一下 讲到接一下嘛 你这个 你不要跟我说你跟我同个世代的好嘛 有够羞耻 红豆泥 妈的 听到关键字就要跳出来接一下 红豆泥 就是 一个人知道 这个是 这个是20年前天才冲冲冲 小钟会接的冷笑话好吗 就是你知道这是一个就是反射条件反应 你知道吗 反射条件是透过脊髓直接直接反应出来 它不会经过大脑 没有经过大脑 就是耳朵进来 红豆泥直接到脊髓再反弹回来 红豆泥 红豆泥的一个反应过来 是这样 跟吸跳的反应一样 妈的 你真的是根深蒂固的噩子上 没有没有没有 就跟台湾人很喜欢谐音梗一模一样的一样事情 讲到谐音梗 我一定要跟大家在最后分享一个毫无相关的话题 我看到那个啦 台湾人为什么一直没办法放弃谐音梗 因为已经台湾了 对对 不只这个 不只这个 他说现在要阻止台湾人使用谐音梗 已经台湾了 不用谐音梗对于台湾人来说太难了 因为台湾人就是喜欢看到谐音梗当下那种 太drunken 太悲烂的感觉 超屌的你知道吗 把都市全部丢进去 对 对 大家吃冰的时候呢 也可以想想冷笑话 让自己好在年年夏天 更清爽一点 更凉快一点 这样子 不要再嘲笑你的爸爸喜欢讲一些冷笑话了 那些都在帮你们降温了好吗 没错没错 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 到这边告一段落啦 我是Green 我是Dennis 我们下一期再见了 大家拜拜 感觉我用冷笑话结尾也是蛮不错的 我也觉得蛮不错的 年纪到了特别爱讲 请不吝点赞 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